美国黑人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员锁猴致死的事件 触发了全美国大规模的抗议活动 许多上级示威的民众除了表达他们对于种族歧视的不满之外 也对警员暴力执法非常不满 甚至把这些执法人员视为是全民公敌 那如今美国社会更充斥着要求政府整顿执法系统的诉求 像是取消警察的资金解散警察部门等等 那你看社会出现呼吁改革执法单位的舆论 主导众议院的民主党议员昨天还顺势提出了一项警察的体系的改革法案 希望能够通过立法来防止警员滥用武力 但是对于改革这件事 尤其是改革警察系统的这个要求 美国总统特朗普确实嗤之以鼻 他昨天直接否决这项建议 还表明不会撤销对警察部门的资助或者是解散警察部门 同时呢他还夸赞警队里99%的人都是好人 面对坊间要求政府重整治安系统的呼声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在白宫的一场会议上 尽全力为警员护航 他还自豪地提到 美国今年的犯罪率创下了史上新低 而这权赖于国家拥有强大的执法力量 所以根本没必要减少对警队的拨款 在领域变乡 特朗普的死对头来自民主党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则率领多位民主党议员现身在国会大厦 以单膝跪地8分46秒的方式 为残遭警方暴内致死的黑人 弗洛伊德·莫埃 在莫埃解释后 一众人都已经起身 唯独脚踩高跟鞋的佩洛西 却双手贴地 试图撑起身体 但却还是无法起身 需要在旁人搀扶下才能重新站起来 虽然稍显狼狈 但已年过80的他 展现了高EQ 化解着尴尬的一幕 而在美国纽约市 圣元弗洛伊德的示威活动 持续在街头上演 但相较于上星期的警民暴力冲突 最近几天的抗议活动 气氛已经明显趋缓 根据美联社统计 全美国至今有超过1万名示威者 因为参与示威而被警方逮捕